哈哈 爆笑穿越来袭的多人有声剧 快穿只反派又黑化了 作者 裸奔的馒头 演播一出品 一千零九十一集 南巡吃了一声 懒得拆穿小巴 他并不意外 小巴会跟血明一个鼻孔出气 毕竟小巴怕他怕得要死 特别怂 猎血枪握在手上 被纤细的手指灵活地转了一圈 南巡嘴角轻轻勾起 想抓我走 也得看我愿不愿意 大概一分钟之后 两道黑影突然从天而降 一前一后堵住了南巡 吸血鬼果然是一种奇妙的种族 他们不会老 几百年如一日 年轻俊美 打劫还是杀人 南巡盯着眼前的御风绝 懒洋洋地笑了一声 杀人嘛 我们可不敢 请你走一趟而已 有位大人想见你 千诚夜先一步回道 笑嘻嘻地说 几年不见 你长得越来越美了 奈离七七 怎么 害死了我的母亲 现在又想来害我 南巡看下两只俊美的吸血鬼 语气嘲讽 千诚夜不以为意 奈离生又不是我和爵害死的 我们呀 只是奉命抓人罢了 御风爵也皱了皱眉 冷漠道 是他违背了吸血鬼法则在先 所以就要接受法则的惩罚 法则你大爷 口口声声狗屁法则 你怎么不干脆嫁给法则 在我眼里 你们就是帮凶 是那群老腐朽的爪牙 南巡突然暴怒 他想起了北宫窑 想起了万郡中风 心情很不美妙 御风爵承诺 不会要你的命 你跟我们走 事过之后 我答应护送你离开 对 你乖乖跟我们走 否则呀 我们就对你不客气了 南巡扫下两人手腕一番 亮出了手中的烈血枪 不客气 我倒想看看 你们会如何不客气 想带走我 也得看看 我手上的烈血枪同不同意 我们真是好怕哎 一把普通烈血枪而已 也想伤我和御风爵啊 南巡保玩似的 转动着手中烈血枪 嘴角轻轻勾起 即便是普通烈血枪 若是能一枪打中你的心脏 也可以让你元气大伤 你要不要试一试 看我能不能一枪打中你 你 猖狂的丫头 就连黄金猎人都不一定打得中我 你算老几啊你 千成夜怒道 在千成夜动手之前 南巡猛地朝旁边退开数十步 两手结印 嘴里快速念着什么 风起 南巡轻轻一挥手臂 密集而无形的锋刃 分作两拨 朝御风爵和千成夜射了过去 这是 你能御风 千成夜神色大变 御风爵也惊了一跳 吸血鬼能借助黑暗力量 进而驾驭自然界的一些力量 如风火雷电等 她的能力便是御风 可是这个女人身为半吸血鬼 竟也能 御风的熟练程度竟不输给她 风刃密集而无形 两只吸血鬼快速移动 躲开了攻击 南巡当然没指望 一波风刃就能伤到他们 她只是为了观察他们的走位 就在此时 南巡突然扣下扳机 嗅嗅两声 两枚子弹连发 不同的方向 间隔时间却极短 一道闷哼声响起 千成夜捂住了自己胸膛 顿在了原地 她慢慢地移开吴胸的手 手上沾了血 你这丫头竟敢 千成夜一咧嘴 獠牙滋了出来 双目也瞬间变得血红 奈离七七 吸血鬼的血很珍贵 所以高等吸血鬼 从来不让自己流血 让自己流血 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耻辱 自诩贵族吸血鬼的你们 发怒的时候 也跟那些嗜血吸血鬼 一副嘴裂 争年无比 看来你的修行还不到家啊 要不要试试 看看我猎血枪里剩下的子弹 还能打中哪里 躲过子弹的御风诀 拉住了暴怒的千成夜 与南巡对视 我们不是来跟你决斗的 只是请你去血毒做客 你应该听说过 吸血鬼的誓言 我御风诀对你启示 绝对不会让任何的 吸血鬼伤害你 哪怕那位大人也不可以 说着 他从上衣那口袋里 取出了一张小巧的请帖 朝南巡致了过去 南巡两指夹住 淡淡扫了一眼 血族盛宴 大人想要提前见到你 但你不愿意的话 就在血族盛宴的时候 来做客吧 血族盛宴 不只是我们血族的盛宴 很多猎人也会到场 你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 南巡冲两人翻了个白眼 早给我不就没事了吗 他朝两人挥挥手 转身离开 我会考虑去的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在那之前 我会先取得猎人资格证 等人走远 御风诀才摊开了自己的右手 神色一宁 掌心被子弹刺穿了 千成夜看后大惊 血 修炼你 没事 御风诀淡淡倒 手中破开的大洞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变得完好如初 诀 就这样放那丫头走 大人知道的话 肯定觉得我们无能 千成夜有些不甘地倒 御风诀看向他 流血不止的胸口 正色倒 你还是先照顾好你自己吧 要是那子弹再偏一点 射中的就是你的心脏 没有几个月的时间 根本恢复不了 千成夜听到这个 更是气恼 他催动力量 五指微收 将胸膛里子弹 吸了出来 奈离七七 我跟他没完 不要找他的麻烦 另一位大人你惹不起 这次请他做客 是因为大人授意 那位大人就算要发火 也是找大人发火 爵 你说那位与世无争的大人 为什么这么护着奈离七七 难道是因为相信了他的鬼话 后来咱不是查了吗 古书上根本没有记载 这都是那小狐狸瞎编的 或许是真的呢 古书上没有记载的东西 不代表就不存在 但是那位大人对奈离七七很不一般 或许是有别的原因呢 你别说 刚才的奈离七七 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啊 难怪吸血鬼法则里 不允许吸血鬼与人类私通 他们生出的半吸血鬼 简直就是吸血鬼的克星 为人类所用的白眼狼 御风诀却是望着远方淡淡倒 如果吸血鬼不处死半吸血鬼 半吸血鬼就不会为了自保变成猎人 怎么能说是白眼狼呢 千诚夜一瞪眼 我听到什么了 诀 你居然在质疑 延续千年的血足法则 御风诀神色素人 我从未认可过 只是在自己没有能力改变之前 只能顺从 千诚夜一副见鬼的表情直嘀咕 我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老古董来着 你当着我说这种话 就不怕我告诉长老们 拜拜 本集结束了 喜欢听的话要订阅哟 哦 还有分享哦 下集见 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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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